夠啦!好煩啦! 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其實不是這麼高興的日子 因為今集不是跟大家爆香 其實是跟大家滲的 因為我以往在片段裡 都開過很多錶、食玩版、扭蛋版等 其實今年這套GEO 老實說是挺絕望的 其實在片段裡我經常都說 劇情呢 我不敢說 現在做了幾集 可能之後很好看 沒人知道 經常都是這樣的 開頭說很悶 到最後都說神作 那些東西我很喜歡 所以我都不敢說是垃圾 暫時來說 這套東西真的很一般 起碼是嫌給我興趣 第二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可能來自五湖四海 不知道香港的情況是什麼 在香港 現在我不知道 可能在看片段 大家可能現在這個時候 到處都有 但是我在拍這個時間 我每個星期六 都要很早起床出旺角去找這些錶 但是每一次 可能我的師兄就很厲害 又關上門路 有人留給他 還是怎樣 起碼阿刀 每次出去都旁空 不知道為什麼 店鋪剛剛開門 我走進去 就說賣光 很奇怪 所以就說 那些錶 又不好玩 老實 我很夠膽跟大家說 是不好玩 因為我是 很有說服力 因為我跟大家開過很多隻 食門 DX 扭蛋 有哪隻我未玩過 這件事 大佬 OK 今年的錶很沒有趣味性 加上 兩塊一隻 值不值呢 雖然有些人說 現在回復回價錢 但是 看到回復都要百多元一隻 百多元買這樣的東西 值不值呢 我覺得真的是一般 很老實 還有就是 那些 我之前說過 就是 今年大家的目標 就是要儲齊 20周年紀念手錶 那麼 Bandai 當然就不會輕易放我 大家給你 就這樣可以用錢買 雖然用錢 都未必買到 所以 又說 又要買那些 手環 又要買左 之後又買機械人 才有這隻DX的手錶 所以 都很令人氣餒 還有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只是一層 如果你買那麼多錶 要買一些擴充 這些東西 所以 今年的錶 都很絕望 因為 其實你 花盡了 努力 你很早起床 或者你用了金錢 但你未必會買得到 還有 就是 那個質量 和那個玩法 真是 一般的 所以 都今年半放棄狀態 大家開盒的時候 都看到我 就說 今年我主力會買一些 食碗 和扭蛋版 儲齊了 就算了 我不管他的玩法 但是 唉 我跟他說 我買扭蛋版和食碗版 都是沒有貨 都是炒的 為什麼會這樣 大佬 所以 今年 都用這個 放鬆的態度 原本 記得第一次 跟大家 開完 DX 跟大家說 今年都不行 一定要儲齊 他沒辦法 二十周年 怎樣都搞定 他 但是 現在我已經半放棄狀態 買到就買 買不到就算 吃換扭蛋 什麼都好 唉 有就買 我都不會爭 所以 大家不需要擔心 禮拜六 出到街 見到阿刀都不用擔心 我不會和大家搶的 OK 你見到我說聲 打個招呼 你有的話 你就買吧 你買不到也不關我事 因為我不會和你搶的 OK 唉 那 先剩下這麼多 我都不想散佈這麼多負能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爆雙兄弟 如果喜歡今集內容的話 希望你可以like和share 還有記住 下面留言 聊聊聊天 我又想知道大家 對今年的DX 我不是針對這隻 不是針對科蛇 我是說在座所有的都是垃圾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希望和我都聊聊天 還有記住加入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夠了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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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